大家好,欢迎来到笑看人生,网上一条寻亲视频爆火,身形勾楼的老夫妻跪在地上哭得撕心裂肺,说自己终于找到失散多年的孩子了,可话锋一转,站在他们面前的高挑女孩满脸冷漠,夺过寻子传单似的粉碎,洋洋洒洒扔在老人跟前,就你们这样的人也配做我爸吗? 我翻着底下的评论,无一例外全是骂我的,学习再好有什么用,这种道德败坏的人,以后就是社会最大的威胁,面对亲生父母都能这么冷漠,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事,这就是嫌他父母穷,你要换个富豪来认试试。 我认的那对老夫妻,男的叫张冰,女的叫林巧凤,是跟我有着血缘关系的亲生父母,如果没记错的话,我应该还有个弟弟。 我关掉评论区那些辱骂的话,往下又翻了一条,还是那对老夫妻,他们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不满老茧伤口的手举着亲子鉴定。 这是我的亲生女儿啊,爸爸妈妈找了你十年啊,字字气血地呼唤,听者伤心,闻者流泪。 这条视频和我羞辱他们的那条,齐齐挂在热搜上,网友的愤怒达到了顶峰,他们纷纷扬言把我的信息扒出来。 要到现实中看看,到底是怎样一个冷血的人连亲生父母都不愿意认。 我沟纯讽刺地笑了,他们把我信息的时候会不会注意到。 我的亲生父母和我一直在同一座城市里,甚至他们离我所在的福利院不过几公里的距离,又怎么会找了这么多年都找不到呢? 上周,我也在热搜上挂了很久。 那时,大家的态度跟现在迥然不同。 他们夸我是寒门贵子,是顶住压力从福利院里出来的高考状元。 短短一周,从云端到烂泥。 院长过来时,我正在给刚收到的录取通知书拍照。 小李,院长眼里满是担忧。 你这样,网上那些人会更气愤。 我心疼地抱着眼前这个不到六旬,却操劳得头发花白的女人。 院长对不起,这段时间连累你们了。 这件事情上,最对不起的就是院长。 我的消息被扒出来后,不少人打电话给他骚扰漫码, 说他不会教育,带出来的孩子狼心狗肺。 虽然及时更换了号码,但福利院没办法签。 每天还是有很多人堵在门口。 你放心,院里和我推一次方都没事。 他轻轻地俯着我的背。 我担心的是你。 院长的话,让我瞬间红了眼眶。 我的名字是院长取的。 当初我被捡进福利院时, 他也是这样细细俯着我的伤口。 没关系,都过去了。 以后你不叫换帝,你叫送礼,是上天送来的礼物。 我深安那家人的秉性。 若不将这件事闹大,彻底绝了他们的念想, 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我不想他们再出现在我的生活里。 我将录取通知书晒到社交平台。 国内顶尖名校。 热度紧紧排在那则认亲视频下, 瞬间激起千层浪。 事情愈演愈烈。 成绩出来时,采访我的媒体, 趁势蹭热度。 他们放出了一段视频。 寒门状元,态度傲慢。 视频中的记者问我, 有没有什么祝福的话想对下届的学弟学妹说。 我回答他, 普通人,没有天赋是考不出这种成绩的, 你们随便考考就行。 视频恶意剪辑的痕迹很明显。 他将我对多个问题的回答, 拼接成了这样一句话。 但网友们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根本就没有辨别。 他们纷纷到学校官方账号下留言, 这种人品有问题的你们都收。 这是败落了。 避雷了, 不想跟这种人做同学。 除了这种天机的, 还有不少货心仪的。 毕竟是亲生父母啊, 老人家太可怜了。 子欲养而亲不带, 现在你不认将来肯定后悔。 门口拉起很多横幅, 庆祝我升学的被压在最下面, 只能从缝隙中亏得一星半点。 上面满满压着的都是劝我认亲和骂我的。 我出门时,正撞见那家无良媒体在蹲守。 宋礼同学, 对于最近的事你怎么看? 面对网友的压力, 你会认下亲生父母吗? 为什么? 停。 我看着那都快对进嘴巴里的话筒, 忍无可忍。 张了张嘴想怒斥他, 又害怕会被后期处理。 无奈地说道, 想要新闻, 就跟我去趟医院吧。 记者明显已经有来见过张冰和林巧凤, 他轻车熟路地将我带到病房。 进去之后, 我们皆是一愣。 对外称病的林巧凤, 坐在一块塑料矮凳上削苹果。 我血缘上的亲弟弟, 敲着二郎腿躺在病床, 叼着苹果打游戏, 嘴里还时不时骂两句。 张冰是个毒眼, 此时正邪靠在病床上刷手机。 怎么看都不像是伤心过度病倒的样子。 见我们进来, 林巧凤尴尬地推嗓床上的弟弟。 药祖快起来给姐姐倒水。 张药祖很胖, 圆圆壮壮的。 她择了一声, 不情不愿地关掉手机。 抬眼看见我后, 却突然变了张脸。 热情地过来, 挽着我的胳膊, 整个人几乎都贴在我身上。 你就是姐姐吗? 太好了, 我也是有姐姐的人了。 我把手扯了出来。 有些诧异。 我进福利院那年, 张药祖刚出生。 从来没有跟我见过面, 怎么会这么熟络? 妈说了, 姐姐会给我红包, 会照顾我, 长大后还会赚钱给我买房子。 我最喜欢姐姐了, 我噎住了, 到底还是低估了张家人的不要脸。 这是打算让我帮他们养儿子吗? 我余光瞥见旁边记者的脸抽搐了下。 口袋中的录音笔隐隐闪着亮光。 林巧凤这才注意到我还带了名记者过来。 哎呀, 就是为了让你弟弟跟你快点熟悉才这么说, 你别多心。 换帝啊, 妈妈知道你不愿。 她牵起我的手, 哽咽地说道, 我愿意跟你们回去认祖归宗。 我打断了她的话。 林巧凤像是没料到我会这么轻易地就同意了他们的要求。 假装擦眼泪的手还悬在半空, 十分滑稽。 咔嚓, 咔嚓。 摄像机的闪光灯不断亮起。 林巧凤和张冰迅速反应过来, 拥着我失声痛哭。 一幅催人泪下的认亲场景。 我一把将他们推开, 不想陪他们演这出戏。 头埋在我身上, 干毫了半天。 连滴眼泪都没有。 但是我有个条件。 能认祖归宗是你的容, 林巧凤狠狠掐了张钉一把, 阻止他继续说。 我盯着他们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道, 我的名字要叫宋礼, 不叫张, 幻, 帝。 铺天盖地都是认亲的新闻。 那位记者引去张耀祖的话, 选择了最有噱头的报道。 高考状元认亲, 但拒绝改复姓。 丝毫没有提及半句, 张冰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张幻帝。 幻, 林巧凤察觉到我的面色, 及时改口。 小李啊, 爸爸妈妈跟你分开了好久, 实在舍不得你一个人再跑那么远去读书。 从那天在医院后, 他们话里话外暗示了很多次, 让我放弃入学。 我勾唇讽刺地笑了, 说要帮我出学费的视频还在热榜上呢, 这就反悔了。 张冰谨剩的那只眼睛, 怒目原睁。 你一个女孩子家家, 读。 小李啊, 爸爸妈妈不是那个意思。 林巧凤阻断了他的话头。 妈妈发誓, 一定会出钱让你去上大学的。 他煞有其事地举起四根手指, 很诚挚。 只是你弟弟现在要升学了, 也需要有人辅导功课。 而且, 林巧凤话还没说完, 突然被张冰一巴掌扇偏了半边脸。 你这个臭娘们, 给你脸了是吧, 赶三番五次打断老子说话。 林巧凤捂着背山红的半边脸, 张了张嘴, 却不敢再开口阻止。 老子就明确告诉你, 张冰比我高不了多少, 此时抬手硬要指着我鼻头的样子, 十分滑稽。 我们已经在老家给你说了门好亲事, 你要能给他们生个儿子。 他们不仅送你去上学, 还把你四年的费用全包了。 张冰傲慢的语气, 就像在说着一件理所应当的事。 而我应该对他感恩戴德。 好亲事, 刚毕业的高考生, 去给他们生个儿子。 我手按在口袋上冷冷笑着。 小李啊, 林巧凤忍着害怕, 还想找不两句。 毕竟这件事的热度还没有过去, 若是我现在反悔, 将他们的想法说出去。 网络风向未必不会反转。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我洋装欣喜。 你, 你同意了, 林巧凤错愕住。 张冰厌气地瞥了他一眼, 一副还是老子最厉害的样子。 嗯, 我觉得这样安排挺好的。 我又重复了一遍, 点头认可他们。 现在就结婚生子, 不知道超过多少同龄人。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我先回院里收拾东西, 这两天我们就出发回老家吧。 你已经有证据了, 为什么要跟他们回去? 许记者抿着唇, 眉头紧锁。 方才录音笔中的话 给了他不小的刺激, 也让他见识到了 世间父母的多样性。 这是我找到的另一家媒体。 在所有人都漫天遍地 指责我冷血时, 只有他们注意到了 放出来的病房图片中 是张耀祖躺床上。 只有他们注意到了 我那亲弟弟叫耀祖。 因为老家还有个人, 我想趁这次 把他也救出来。 张家仁提出 为我找了门亲事时, 我隐约记起, 在那个落后封建的村庄, 好像只有这么一家人, 他们不愿意 像寻常人那样 找个同村或邻村的媳妇。 他们总突立方 是执着于找高智商, 高学历的女孩子, 来为他们家生儿育女, 传宗接代。 就好像这样, 可以中和掉他们家 刻在脑子里的 无知愚昧。 我把事情一一向他说明, 灼灼地看着许记者, 这件事可能会有点危险。 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 只有我一个人的话 是做不到的。 当然, 许记者毫不犹豫。 他说, 唯以真理与事实为标准, 不知有有, 亦不知有敌。 许记者没有跟我一起进村, 害怕打草惊蛇。 他说他自有办法 可以进到村子里。 车子七拐八拐, 周围的道路越来越窄, 到了一个山村。 哟, 张冰, 你家换地找回来了。 一下车, 周遭的村民就好奇地围过来。 不愧是状元, 这一看就是读书人啊。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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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首的一位尖嘴猴腮的男人。 他一脸欣赏地打量着我, 就像毒蛇在观察食物。 十年过去, 村里的环境和我印象中的变化很大。 没有改变只有那些面孔, 和一直都没有我房间的家。 反正你马上就要嫁出去了, 睡哪里不是睡? 张耀祖一改在医院时的态度, 邪靠在房间门口说什么都不让进。 家里一共三间房间, 张冰和林巧凤睡一间。 张耀祖一间, 还有一间是他的电脑房。 小李啊, 耀祖说得对林巧凤拍着我的手宽味道。 再说了, 你马上也要嫁到村长家, 提前去熟悉熟悉也好啊。 村长, 就是刚才村口那个尖嘴猴腮的男人。 村长家房子那么大, 难道还委屈你了不成? 张冰脾气很大, 见我沉默久了, 巴掌就要扇下来。 我往后撤了一步躲开。 张冰见眉打道气急败坏, 杨棋手又要冲过来。 张先生, 我历声呵斥, 盯着他瞎了的那只眼。 我小时候都能戳瞎一只眼睛, 现在长大了, 您觉得呢? 双方僵持不下时, 身后的木门嘎吱一声响了。 怎么了? 怎么了这是? 刚把换地之丫头找回来, 怎么吵起来了? 村长拉开张冰, 将我护在身后, 俨然一副好人模样。 换地之丫头不懂事, 我教育教育就好。 张冰一改刚才的凶恶, 点头哈腰地跟他解释刚才的事。 村长转过来, 搂着我的肩膀, 像一个执行长辈在开导后生。 如果忽略掉他手指不停地 在我肩上妈撒的话, 这就是你不懂事了, 你爸妈这些年为了找你也不容易。 听村长的, 你就住到我家去。 村长家没人, 再说了我们都要结婚, 还怕什么? 这就是我亲生父母为我说的亲事。 让我为一个跟张冰一样大的老男人, 生儿育女。 但李广强说他一个人住, 那那个女人呢? 虽然明知他们的目的不单纯, 我还是住进了李广强家里。 此行我就是为了那个人来的, 如果他真的已经不在了, 那我继续留在村子里也没有意义。 李广强把我带回来安置后, 说村里有事又匆匆忙忙出去了。 送礼, 送礼。 我还没来得及到处观察, 就听见窗户边稀稀苏苏的声音。 许记者, 许记者蓬头垢面, 穿着一身破破烂烂的衣服扒在窗边。 跟前段时间那个西装革履的白领完全不同。 你怎么进来的? 从后面山里进来的, 比你还早几天。 他扭头示意后面那座山。 我去向他身后看去, 绵延不绝, 看不见尽头的山。 你住山里吗? 对, 我和几个同事都在山里。 你们这样没事吗? 我有点担忧。 山离得并不远, 但草木非常茂盛, 连路都看不见。 没事。 先不叙旧, 待会那位村长该回来了。 他将我身上的设备拿走, 换了新的给我。 这个是充满电的, 画面会同步到我们电脑上。 李广强随时有可能会回来。 许记者的语速比平常要快上不少。 你要找的那个人在那边。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 贴着房子最边缘, 搭着一间小砖屋。 厚重的铁门牢牢挡住, 亏不见里面的光景。 李广强几天会给他送一次饭。 里面那位很害怕人, 一靠近, 锁着他的铁链就会哐当响。 我还没来得及, 问得更详细些。 门外隐约传来对话和脚步声。 我赶紧将许记者给的设备藏好, 我们仓皇道别。 你自己万事小心, 你也是。 许记者的身影刚消失在山里。 我身后的门把就转响了。 换地啊! 李广强身后还跟着个拎工具箱的男人。 咱们俩这不是马上要结婚了吗? 我打算把这间装修了给你做婚房。 晚上你就先搬去跟我睡吧。 李广强说着, 手不规矩地搭上我的腰。 我不动声色地往旁边挪了一步, 将他的手一开。 村长, 这么生分, 叫我广强就好。 眼看他又要凑过来, 我连忙说, 我们现在去你那间吧, 正好我想休息一下。 李广强房间的窗户很大, 而那间砖房就突兀地立在他的窗户旁。 这个是我看着他, 买来的牲口而已。 李广强像是也才意识到, 走过去虚地把窗帘拉上。 你睡你的, 我明天就把那牲口挪走。 我闭眼贾妹后, 李广强掩着门出去了, 窗边隐约传来训斥的声音。 后来他又推开窗子, 确认我是真的睡着后, 彻底走了。 我趁机从窗帘翻出去, 扒着铁门上的小窗窥探。 里面的人受惊了, 扯得铁链框当作响。 研究生姐姐, 我是堂堂, 我轻声地换她。 眼前的一幕 激得我眼泪瞬间落下, 不足五瓶的砖房 困住了女孩的一生。 里面布满了排泄物, 女孩被长长的铁链锁着, 披散着头发, 看不清脸。 她是第一个告诉我 换地这个名字含义的人。 她会温柔地递给我磕堂说, 以后我不叫你换地, 叫你堂堂吧。 铁链的声音停了。 她争重地抬起头, 头发盖住她的眼睛。 但我知道, 她在看我, 也在看我口中的研究生姐姐。 小时候, 她和我们村格格不入, 她比其他人都干净漂亮, 我很喜欢围着她。 她说她是研究生, 被骗到这里来了。 这话被路过的李叔听见了。 她被打了, 我也被张冰临回家揍了一顿, 并勒令让我少去跟她接触。 我问林巧凤, 研究生是什么? 又被揍了一顿。 她凶神恶煞地说研究生就是研究生儿子, 等你长大了也要研究。 砖房中的人朝我走近, 铁链熙熙熟熟打断了我的回忆。 她贴着铁门上的小窗, 像是在细细辨认我的五官。 我摊开手心的糖果, 是当年她给我的那种。 晚上我来找你, 你跟我走好不好? 我带你回家。 天擦黑时, 李广强回来了。 原先她只是出去叫人来处理砖房那边的事。 是许记者他们在村的另一头假装成迷路的外乡人, 跟村民起了冲突。 这才拖住了李广强这个村长。 窗外一点光亮透进来。 我压住思绪躺在床上假妹。 李广强摸黑进房。 确认床上有人后, 竟开始脱衣服。 听见动静后, 我趴得按亮身边的开关。 灯火通明。 换地。 你还没睡呢? 李广强明显吓一跳, 僵在那边。 村长, 你这是做什么呢? 我洋装懵懂。 他上半身已经脱得金光, 衣服凌乱地扔在地上。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装单纯呢? 他撑了我一眼, 继续脱裤子。 反正咱俩是早晚的事, 你也想早点回去上学是吧? 只要你给我生个大胖小子, 我就供你继续读书。 说话间, 他已经将裤子吞进, 就要上床。 我朝后挪了些上下打量着他, 一脸比移。 你也不看看自己几岁了, 做我爸我都显老。 李广强呆愣了几秒, 揪着我的头发就扇过来。 他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 而我要的就是激怒他。 跟你好生讲两句, 就觉得自己行了是吧? 为了要你这个状元生的儿子, 我还特意给你爸妈加了三千。 轮得到你在这说不要吗? 一个状元头衔值三千? 我讽刺地笑了。 李广强每一巴掌都结实地扇到我脸上, 扑过来就要撕扯我的衣服。 啊! 一声惨叫, 打破村里沉寂的黑夜。 李广强死死捂住眼睛倒在地上, 鲜血顺着指缝流下, 沾满鲜血的糖果棍子掉落在地上。 这个画面跟小时候的某个场景重叠。 我的手指不住地发抖, 脑袋木木的。 许记者从窗外翻进来, 在李广强身上找钥匙。 快走! 村里太安静了, 刚才那声惨叫, 很快就会有人过来。 他力索地解开牢笼和铁链。 我们扶着研究生姐姐潮山林茂密处跑去, 那里有许记者的同事在接应。 村里也迅速嘈杂起来, 我们一路奔逃, 直到听见路边许记者安排的车 在向我们鸣笛, 直到看见身后手电的灯光逐渐远去。 我们逃出来了, 许记者他们的速度很快。 我们出来的第二天, 新闻就迅速上了热榜。 高考状元被三千块卖给人生儿育女。 某村村长涉及人口买卖, 非法囚禁。 女儿换地, 儿子要组。 每一个话题都震撼人心。 我们把研究生姐姐的信息引去了。 原先我还在村子时, 她被李广强放出来正常生活着, 之所以会被关进砖房, 是因为后来她在饭菜中到农药被发现了。 联系警察找到她家人后。 我没有再问更多。 这件事被大家知道就可以, 至于受害人。 知道她经历的人越少, 她回归正常生活就会更快一些。 第二天, 新闻还在发酵时, 李广强就带着张家人 还有村里的壮丁堵在福利院门口。 她的眼睛还裹着纱布, 应该是刚从医院出来。 幸好我们早就联系好了警察, 在这里守株待兔。 李广强当场被带走。 买卖人口, 非法囚禁。 恕罪并罚, 判了无期徒刑。 村里其他涉嫌买卖的人 也都被带走调查。 李广强临了钱还攀咬我, 希望能给我也留下案底。 那个臭娘们捅瞎了老子眼睛, 她也要罚, 她也有罪。 可是当时别在我胸前的摄像头 清楚地记录着。 是李广强先动的手, 我只是正当防卫。 李广强被捕。 张家人将自己摘得干干净净, 他们不知道用什么法子 说服了李广强改口, 说这件事他们是被强迫的。 不是自愿卖女儿。 张冰和林巧凤只是小城大戒, 被拘留了几天而已。 至于重男轻女的谴责, 对他们来说无伤大雅。 难得安静几天后, 他们开始作妖了。 送礼, 你看这个。 许记者递给我的是张冰账号 最新发布的一条视频。 张冰眼睛上常年戴着的黑色眼罩 改成了纱布, 显得更加可怜。 视频配文是, 虽然女儿讨要零花钱不成, 戳瞎我的眼睛, 但她离家出走这么多年, 在外面吃了那么多苦, 这次的事情是我们对不住她。 短短一句话, 信息量很大。 我当年走丢是因为离家出走。 而离家出走的原因是张冰不给钱, 话里话外都是在指责我。 我看着这条视频有些无语, 事情都这样了, 他们居然还有招。 网友的评论又开始溢水地网颠倒。 前些日子张家重男轻女的事出来后, 他们本就觉得有些打脸。 毕竟,当初就是他们谴责我, 逼我认亲, 如今又有反转, 发现我才是真正做错的一方。 他们就好像找回了自己的面子一样, 不给零花钱就戳瞎父亲的眼睛, 这要是我得打死这个女儿。 我说句活该没人有意见吧, 家里因为她花了这么多钱, 让她给家里付出点没问题呀。 许记者让我别担心, 他们会帮忙控制舆论, 过段时间人们就会淡忘这件事。 我谢绝了她的好意, 让子丹再飞一会吧, 等网友们对这件事的关注度再高些, 这样张家才能彻底衰惨。 视频发布的第二天, 张冰和林巧凤就出现在了福利院门口, 而且这次还是跪着的, 周围架着很多摄像机, 毕竟亲生父母给女儿下跪道歉的新闻谁能不爱呢? 太阳烤的地上都冒出层层热气, 炫得人头晕眼花, 我端着西瓜站在阴凉处看他们, 这就当作是给小时候的我道歉了, 我当然得受着。 林巧凤抬眼看见我, 立刻开始哀嚎, 小李啊, 爸爸妈妈对不起你, 这次的事情实在是被逼无奈, 才会这样啊。 长枪短炮齐刷刷被聚集过来, 张冰和林巧凤一面在网上暗示我 小时候离家出走的事, 一面在这里为了重男轻女的事跟我道歉, 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 短短几分钟, 他们就因为中暑, 被浮到我所在的阴凉处休息, 媒体们瞬间围了过来, 宋礼同学, 你父亲的眼睛是你捅瞎的吗? 是, 就因为他不给钱吗? 是, 面对记者的提问, 我共认不会。 张冰说的这两点都是事实, 周围人群一片唏嘘, 当初你年纪不大, 为什么会有那么恶毒的心思, 记者步步紧逼? 为什么? 我淡淡地瞥了眼林巧凤。 妈妈, 你说为什么呢? 又年纪一中的张冰, 嗜酒又好赌, 每次喝多了, 或者是钱输光了, 都会殴打, 谩骂我和林巧凤。 林巧凤不敢反驳他, 只能事后拿我出气, 他会掐着我的皮肉咒骂, 要不是因为你个没把的东西, 我至于在张家都抬不起头吗? 你怎么不去死啊? 在我七岁那年, 林巧凤又怀孕了, 日子慢慢好起来, 我稀少地感受到了父母的爱, 这一切一直持续到林巧凤临盆那天。 张冰恰好输了钱, 喝得烂醉。 面对林巧凤羊水破了着急的喊叫, 他不耐烦地一脚就踢过去, 流了好多血, 我害怕极了, 不停地推嗓, 想把爸爸喊醒。 林巧凤缓过来后, 让我别吵张冰了, 拿钱打车带他去医院。 林巧凤平时的钱全都上交, 给了张冰。 我刚摸到钱包, 张冰就醒了, 殴打谩骂, 争抢推嗓。 挣扎间我抓起, 平常用来打我的那根棍子, 戳中了张冰的眼睛。 他惨叫吸引来当时上海健在的爷爷奶奶。 张冰和林巧凤被送到了医院。 张冰虽然瞎了一只眼睛, 但林巧凤诞下了男婴, 两人之间的事就这么接过去了。 既然接过去了, 你为什么离家出走? 记者的刨根究底将我推进了另一段回忆。 江水浸墨泊梗的窒息感仿佛并未消散。 林巧凤和张冰准备出院那天, 我的爷爷奶奶第一次牵起我的手, 和蔼地说, 换地这段时间照顾爸爸妈妈辛苦了, 爷爷奶奶带你到城里满身衣服, 最后我们没去商场。 他们把我带到江边, 捆在桥柱上。 刚刚还和善的奶奶好像突然消失了。 你这个贱丫头, 杀害你爹的事都做得出来, 以后还有什么事做不出? 换地换地, 总算是给我们老张家换来了个弟弟。 你也算是有些作用了。 他们把我留下, 走了。 日暮时分, 人散朝涨, 江水一点点蔓延, 静默驳梗梗。 不知是运气不好, 还是太好。 我被晚归的钓鱼佬发现了, 他报了警。 我被安置在福利院, 等着警方帮我寻找家属。 我认得家, 但我不敢回去了。 张家嫌弃我是个女孩, 迟迟没有给我上户口。 警方又怎么找得到呢? 福利院我一待就是十年。 对于张冰发的那个视频, 你们还有一问吗? 我看着记者们, 张冰指责的每一点, 都有了完美的解释。 月日烘烤下, 是长久的坚默。 事情的风向一而再, 再而三地发生改变。 但张冰和林巧凤依旧能找到理由。 毕竟当初将我丢弃的人, 已经去世了。 他们一口咬定, 对于这件事, 他们并不知情。 死者为大, 这是大家骨子里默认的。 除了更多人同情我, 可怜我, 这件事并没有掀起更大波澜。 我在城市边角的出租房, 找到了张冰和林巧凤。 我想质问他们, 为什么嫌弃我是女孩? 想问问他们, 这些年有没有后悔过? 话语在舌尖百般翻滚, 最终只问出一句, 你们现在来找我, 到底想得到什么? 他们一开始是想让我嫁给李广强。 可现在, 李广强已经进去了。 他们依旧日日堵在福利院门口。 你能考上状元, 那是我们祖上护佑。 换帝啊, 任祖归宗也是为了防止以后别人骂你忘本啊。 张冰和林巧凤一个唱红脸, 一个唱白脸。 可是当初我到了该上学的年纪时, 他们甚至连户口都不愿意让我上。 你们要扯这些虚的, 那我就先走了。 我做事要走, 为了一个状元的名贤来求我认祖归宗, 这可不像是他们会做的事。 哎,哎,哎, 你这孩子, 这性子都不知道随了谁, 林巧凤连忙将我拦住。 张冰四处瞭望了下, 确认我没带媒体后, 将门眼上。 那爸爸妈妈就直说了, 他搓了搓手。 你这次拿了状元, 市里区里是不是给了好多钱? 我心下了然, 市里给的奖金并不多, 他们这是盯上了。 爸爸这些天老, 是被要债的堵门口。 原先是李村长承诺了 要帮我补上的, 但这不是让你给毁了吗? 张冰把过错都推到了我身上, 他要的金额不是小数, 我们不花而散。 我起诉了他们, 因为张冰和林巧凤的频繁骚扰, 对福利院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原先是希望能够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毕竟事情久远, 要找到证据起诉他们并不容易, 但看他们狮子大开口的样子, 不将他们送进去, 这件事是无法彻底解决了。 起诉的流程很繁琐, 整个村里的人和张家都是沆瀣一气, 没有人愿意站出来证明他们当年虐待我。 正当我束手无策时, 一个新注册的账号发布了视频, 是那位研究生姐姐。 我是黎山茶, 黎广强事件的受害者。 张冰就是当年在火车站将我迷晕带走的人。 我被买去后不顺从, 时常被打骂, 但张冰家也总是传来哭声和谩骂, 甚至比我挨打更加频繁。 原来他叫黎山茶, 不叫黎广强媳妇, 很好听的名字。 他一次一次地讲述当年我被虐待的惨状, 而他自己受的苦却是一句带过。 视频的最后他说, 那个女孩感谢我给了她的糖, 同时我也要感谢她的一生生研究生姐姐, 让我没有在昏暗看不见光的牢笼里, 忘记自己。 这条视频成了我控诉张冰夫妻的强有力证据。 黎山茶姐姐出庭作证, 买卖人口, 虐待儿童。 在我更有能力反抗之前, 他们是出不来了。 至于张耀祖, 我没有打探过他的消息。 我们只不过是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 福利院门口终于清静了。 当初谴责我的网友们 也纷纷改骂张冰和林巧凤, 说自己当初是被蒙蔽了, 可是又有什么关系呢? 他们不过是哪阵风来就往哪边靠。 这种不分清红皂白就站在道义制高点的事。 又不是道歉了, 就不会再做了。 九月初, 我走进了理想的校园。 社会给的奖金和资助, 我全部都留在福利院。 院长不愿意接受, 小李, 这是你大学四年的学费和生活费。 我假装生气, 院长你从小给我的示范可不是这样的。 福利院的孩子们比我更加需要他。 再说了, 我现在长大了, 大学的费用我优, 能凭自己的本事赚到。 后来, 我在图书馆中偶遇过黎山茶姐姐, 就像我见她的第一面那样, 穿着一袭白裙, 高洁灵动, 就像山茶一样。 她向我微微汗手打招呼, 我们短暂地照面。 我想她现在应该过得很好。 月至十一, 正是山茶满枝头。 我牵中了盆山茶, 想在开花的时候送给她。 可恶号率先传来, 她自杀了。 就像山茶一样, 没有任何征兆。 整朵整朵突然掉落。 我们都以为, 她走出来了。 她留给家人的最后一句话是, 对不起, 我尽力了。 她没有错。 该说对不起的从来不是她。 我将种的那盆山茶刨了, 换了向日葵放在她墓前。 是希望, 是自由。 就像她的来世一样。